最近是天寒地冻的 但是各地也都有慈激志工 在寒冬中送暖 一连两则新闻 带您看的是中国大陆的湖南 还有在花莲地区 我们先看到花莲 志工是为街友 发送了预寒的物资 让他们露宿街头的日子里 至少有衣物可以保暖 亲切的招呼 因为外头寒风凛冽 街友却只穿着担保的衣物 志一志工担心他们受风寒 除了提供干净的保暖外套 此际的医师与护士也关心健康 测量血压与血糖 骤变的天气 露宿街头的街友 感受更是强烈 尤其在现在寒冬 我们更是要多元的去了解 他们身体上对于面对寒冷的气候 是不是生病更多 所以今天也有医师过来 那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完善 透过影片介绍慈济因为震灾而发明了香鸡饭 并现场实际泡泡看 让他们不只吃得饱 还要了解慈济人的体贴与智慧 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慈激基金会 尤其是在这种寒冷的季节 我觉得这样的温暖 不只是只有就是我们的衣物上面的温暖 其实内心里面其实都是一股暖流 注入到我们的心中 感恩迷 送上物资还帮他们围上围巾 花莲区慈激之工寒冬送暖 这一股温情不只抵挡寒流 更温暖人心 大约新闻正下美志工陈振海张扬川 花莲报导